这种食材一头猪身上都只有二两 光想想都非常的名贵 也可以说得上是超级的美味 估计99.99%的朋友都喜欢吃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它是猪身上哪一个部位 知道的可以咱们提前在评论区打出来 我这里是买的干货100K 先冲洗干净 锅内先烧上一大锅油 冷油的时候把食材放下去炸 因为我们这个是干货嘛 所以给提前泡发的才能做 这种方法叫做油发 用油发的会比较好一些 市面上常见的都是用减发的 用小火给它慢慢的沁炸 不能油温太高 差不多四成油温的时候来上一点点料酒去腥 料酒放到油里面有可能会爆 所以不能高油温下 油温稍微升高过后加入一点清水 主要是把油温降下来 第二个是让它把水分吸收才好脏发 全部都炸成这个样子 已经炸脏了就可以了 露出来 放入温水里面给它浸泡12个小时 中途要是有时间的话 最好是再换几次水 昨天泡的食材已经全部都泡好了 白白净净的 没有添加任何的高科技 也没有放简 现在来给大家揭晓这个是什么食材哈 它就是猪身上的蹄筋 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吃的呢 这样来切一下 就切成这样子一条一条的 切这个时候小心一点 刀如果不快的话比较难切 二两泡发了之后基本上刚刚一份 再来准备上一小块的五花肉 切成小条 主要是增香的作用 姜葱蒜配一下后载碎 明洋来切个15到20克 锅里面先来上一丁点油 把五花肉和蹄筋炒一下 先下五花肉用小火把香味煸炒出来 紧接着再下蹄筋 煸炒的时候来上一点八卦大料和备纸 葱结姜片 全部都炒香过后用漏瓢 漏入高压锅里面 油留在锅里面来上一勺四川豆瓣 姜葱蒜蒜 底料 加清水 烧开过后转小火 先给它熬煮过十来分钟 配菜的话来准备一根蛾子 冰箱里面喝了一天都不嫩的 有点趴了 切成小条 熬好的汤用漏勺过滤一下倒入锅中 简单的调一点酱油有个底味就行 盖上盖子上汽锅后小火压二十分钟 压好锅后的蹄筋倒回锅中 把姜葱还有这些香料掉出来不要 用大火先把汤汁收来少一点 再来下入瓦笋调天 调一点鸡粉 活段活段的烧过一分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看起来颜色方方面面都很到位 最后来甩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美味继承 咱们今天的川味红烧蹄筋就做好了 蒸子烧出来蹄筋特别的趴糯 瓦笋是脆爽又鲜香 整道菜的话是一道家常下饭的味道 也是宴席上面的一道大菜 喜欢吃蹄筋的朋友可以收藏这话 还有怎样泡发蹄筋的教程 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去试着告一哈 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过了 吃这个 看看你是不是要吃什么 约筋吗 约筋 不是约筋 猪 嗯 也知道啊 猪筋 猪筋 嗯 猪拿这个筋 提筋啊猪只有提筋 猪也拿这个筋 你想一下一头猪顶多就一两 就四根猪脚上面有一根筋 今天你爸爸生日你不知道生日快乐吗 爸爸生日快乐 谢谢又来了我自己都忘了 嗯 摸摸的 二十分钟的火火就刚刚到位 这个是夏天买的买了好久一直没吃忘的 那像我在柜子里面找东西才翻出来 这起码就是好几头猪你想干嘛 好几头猪才能少一份 好几头猪才能少一份 olho Stan 好几头猪